嗨!你知道有哪几个常见的希腊字母可以用来分析交易的风险吗? 今天斐抗投资导人要分享交易选择权最重要的几个希腊字母 Delta, Gamma, Theta, 和 Vega 让你知道如何管控选择权交易的风险 今天要分享的重点有四个 1. 什么是Delta 2. 什么是 Gamma 3. 什么是 Theta 4. 什么是 Vega Delta 是股价对齐全价格的影响 正Delta 需要股价上涨获利 碰到股价下跌亏损 以现在市场价购买的 Call Option 是 50 Delta 也就是当股价上涨一元 Call Option 的价值就会上涨 50 Cent 当股价下跌一元 Call 价值就会下跌 50 Cent 以现在市场价购买 Put Option 是-50 Delta 当股价上涨一元 当股价上涨一元 Pull Option 的价值就会下跌 50 Cent 当股价下跌一元 Pull Option 的价值就会上涨 50 Cent 用买 Call Options 来看不同履约价的 Delta 架平 ATM 的 Call 是 50 Delta 架外 OTM 的 Call Delta 会变小 架内 ITM 的齐全 Delta 会变大 Delta 可以用来估计齐全截止时架内的几率 75 Delta 大约有 75% 的几率会变价内 50 Delta 约有 50% 会在截止时变价内 25 Delta 约有 25% 的几率会在截止时变价内 买卖不同的选择权会出现相反的 Delta 买扣和卖 Put 都是正 Delta 所以股价上涨会获利 卖扣和买 Put 都是负 Delta 需要股价下跌时获利 所以可以用 Delta 来评估自己的交易组合 是否看涨还是看跌 也可以用 Delta 来做不同方向的 Hedging 对冲 来分散风险 Gamma 是股价对 Delta 的影响 也是股价对齐全价格的加速度 以现在的 SPY 扣来说 以同样的截止日 价评的扣 Gamma 最高 履约价离市场价越远 Gamma 就会越低 以同样履约价的选择权 如果离截止日越近 Gamma 就会越高 例如下个月截止的价评扣 有 1.26 的 Gamma 而 6 天后截止的价评扣 有 3.39 的 Gamma 我们看到当选择权快要截止时 Gamma 会让 Delta 对齐全价值的影响 越来越大 只要一点股价波动 就会造成很大的获利或亏损 所以通常我们会在离截止日 14天左右时就出场 来减少 Gamma 的风险 Theta 是时间对齐全价格的影响 只要每过一天 Theta 就会造成选择权贬值一点点 所以 Theta 是负的 把选择权的时间价值 跟时间的关系拉出来 这张图的斜率就是 Theta 可以看到 90 天外的选择权 Theta 贬值的速度比较慢 等时间慢慢流逝 Theta 贬值的速度会加快 直到 30 天内 Theta 会快速的让选择权贬值 所以我们卖选择权时 会交易 30 天截止的选择权 让 Theta 快速贬值 我们就可以获利 Vega 是 IV 隐含波动率 对齐全价格的影响 了解 Vega 可以让我们运用 IV 的变化 交易选择权 买低 卖高获利 我们看 SPY 和 MDB 两个股价差不多 但 IV 不同 会出现不同的齐全价值 现在 SPY 的 IV 是 19% 所以下个月截止的价评扣 是 9.38 元 而 MDB 的 55% IV 让价评扣值 34.5 元 所以我们要在 IV 高的时候 卖齐全 在 IV 低的时候 买齐全才能获利 买齐全时 我们有正 Vega 因为我们要 IV 膨胀获利 卖齐全时 我们有负 Vega 让我们在 IV 萎缩时获利 现在你知道 Delta, Gamma, Theta 和 Vega 的特点 你就可以根据不同的希腊字母 预测选择权的价值走向 让我们买低,卖高 如果喜欢听我分享选择权教学 请帮我的影片按赞分享 并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